这半棋讲解是编码写出 204年海峡两岸香气大势交流赛 红方正为同 黑方是卸进 双方是一个编码 对战中炮区 那么这个棋 形成一个先制度 是租里炮 接下来红方兵散经营 黑方就走巡河区 坚守 而红方出区 也是顺势进交队 那红方 这里骗对方 对完之后就要冲兵过去 而黑方也是简明 对完之后 他要快马跳出 意思在于 有一个踩中兵 吃炮的手段 而且还要抽居 所以中路太空虚 只能补要向了 接下来对方选择封锁 找机会 对子之后可以将军抽你 那么红方也是上马 你要踩就换掉 将来这个棋 找机会平兵隔断你 黑方赶快居到河口 也是力争主动 红方抛三推 也不想交换 黑方他用马不活 选择招法是先踩兵 找机会进足火马 而红方进行一个补式 也是不给对方任何机会 这个补式应该补的是右式 补左式的话 对方有一个炮平期的好期 那么一向调他一打 就这个局面而言 你拘束不去 他自己还打着门攻 所以黑方这个形势 将来只要一进足马就火了 双方均实了 那么一场的话 这个棋 黑方并没有选择交换 而是走的一步习惯性招法 他回马 试图去卧槽踩炮 结果红方就顶住了 你要换他打一将把你吃掉 所以对方干亏一个像 不甘心 上马的话意思在于 你要是向掉 他中间一将凑你去 你不向他打着马 还要挂脚 红方也是回马 进行一步吃炮 黑方这时候呢 如果炮一走就向马 那马一走的话 一丢炮 眼看是双子 他跳一将 这个棋呢 想混水墨鱼 你试掉他一将抽菊 你不试出来他也抽菊 所以红方只能上马顶住 黑方到这里 只能回马进行腰队 红方看似菊可以吃炮 其实呢 吃不到 你刚一吃炮 他踩一将 把你菊吃掉 所以这个棋呢 你要用马去吃的话 对方就凭炮牵住你了 那所以这个棋啊 自己把自己牵住 人家直接回马踩兵也可以 所以将来是自己的 到这以后呢 这个棋 红方果断先打了一将 那么将来这个棋呢 走了一步马四进五 是简单的走法 因为这个棋啊 红方把黑方给牵住了 虽然说居散是出不去 但是对方有弱点呀 炮又平棋 这边打着马 你不能飞向周炮 否则打马之后闷攻 所以对方很无奈 只能选择退回 将来红方这个棋 马进棋啊 去利用他 对方选择住五星 这儿的话就平平威胁 对方现在炮拆开 那么这里的话 就马其心又再踩一脚 黑方阻散金 为上马做准备 这儿打一步 你现在暂时不能动 一动一炮打死 所以对方就先 知个试 这儿红方吃完之后 黑方就上马盯住 找机会推炮消灭他 红方呢先打一将 然后呢一补试 他推炮隔断你 你马上不去 就算你推炮换到这个马 将来这个兵过来 还有拱足 困着你的马不舒服 所以黑方就把这个炮到底线 准备来一招闪击啊 抽狙 那红方就先出来 不肯 因为你不能知识啊 知识也抽狙 到这儿黑方已经脱身 脱身以后呢 将军啊 只好知识 结尾 杀一将之后呢 这里啊 进来 那眼看你这个炮 再一闪开啊 人家这边 狙炮底线也有棋 所以呢 这个棋啊 他只好退一步 强行守住 不给他出狙 而红方的推炮 就是一步打马 一旦马再退回 就没有作为了 所以对方强行杀出 如果交换的话 黑方三足过河 将来马炮兵 未必杀得动 啊 他这边炮一打冰兵 狙双炮 抢先可能要杀 那这个棋有顾忌 红方并没有打马 而是呢 选择一步打狙 这儿你要跳江的话 他这个棋啊 将来可以上老将 那这里打着狙 打着马 对方可能就要吃子了 所以他不敢将 用炮来一将 那么这里就选择一个补士 同样的道理啊 跳马将出右边 你还是不能将 选择炮瓶 试图继续追杀 这些走得凶 那么红方呢 顺势先来一将 他抢先呢 发难了 这儿的话 对方啊 正常肯定要补士 然后呢 这个棋推回来 吃炮 对方呢 选择一个落势 到这儿 选择一个换掉 然后呢 这个棋啊 对方走的招法是 橘子平 只能吃 因为打着狙 没办法 这样一来的话 他这个棋啊 再把这个马降掉 所以你看着冲炮杀棋 人家腹底抽薪 我炮一吃 打着狙 向着马 到这已经多子 对方顽强了一下 但是也是徒劳 这儿 平中炮 准备马路进入 杀一将落势 推炮回去 意思就是你上马一将 我可以对炮 但是呢 这个棋啊 红方走的一步 拘二推二 直接就把势砍掉 下一步再进去吃炮 再上马江 到这里 阳看抓势啊 空门守不住 其境只好人输 郑伟同获胜 棋盘棋 将棋是破编马局 吃炮风局 红方是他一名 黑方是郑伟同 双方是编马 对中炮 这样的话 速度比较快 因为之前 卸境 应对编马的时候 走的是足三金 缓了一步起 结果呢 反而被郑伟同 足利炮地勇 输掉了 所以呢 本局我们来看 黑方直接放中炮 是兵贵神速的走法 那么这个棋 目的要快速出具 红方就不肯 进行封锁 那么黑方呢 也是进气足 找机会要上马反击 红方掌具的意思是 你要上马 会来吃你 所以一旦你一上马 就算你踩个中兵 那这个棋也 没有便宜 所以黑方 他听三足 把这个节奏放缓 准备上右马 对方这时候 就不再走具有平四 因为这个棋没有用 你虽然说 具可以点进来 但他踩你一脚 还得走 你要是强行去压马的话 就会踩霜 还有狮子 所以这度棋 就不利了 到这以后呢 既然平具控马 没有用 只有两头蛇 两边都可以上马 控制不住怎么办呢 power平三 直接开始对杀 黑方这个棋 也不失落 就吃掉 对方打一将之后呢 再把狙踩回 将来这个底线呀 就要出棋 黑方的狙处实在太慢 这个棋怎么办呢 就只能炮打中兵了 空头炮 准备对杀一下 那么红方一选拘呢 准备炮分颠 此时呢 这个棋 黑方选择放中炮 一般人走这里 可能就懵逼了啊 那放中炮的意思在于 你看似可以甩炮抽我 其实我抽一将 反而把你的这个炮给吃了 所以这是一个骗招啊 对方呢 这个棋他不敢 那对方这个棋 能不能先拱个兵 再甩炮呢 看似不错 其实呢 到这里还是来不及 因为你走这之后呀 虽然避开了 他抽炮的手段 将来还可以抽对方 不过黑方可以抢先出去 抓着炮 你将军的话 它可以落势 退回以后呢 再补试 等你甩炮的时候 他进局可以跟住你 将来还抽着你 所以你就先上 避免一将 抽炮抽局啊 那么这个棋 他只要支个室 不给你再继续将利用 而且这个炮 又看住了嘛 下一步马三进四啊 就非常厉害了 那么到这以后 我们发现 这个棋要受攻 所以这个棋没办法 他就抢先把炮甩过来 这招棋的意思就是 强行进攻 那么黑方还是选择 局一进二 准备局一平四 再往底点 那么对方 这里就选择一个底线 将 到这之后呢 吃掉 然后我要抢先 这个棋突破 黑方上马 也是避棋凤马 因为他打底是抽着马 推炮抽着局 你只能上马结尾 然后呢 这个棋啊 看似很无奈 被对方把势破掉 这儿抽一将 一旦被他牵住 那这个棋就不好说了 原来黑方 还要弃子攻杀才行 所以呢 就品炮挡住不让 对方趁势地 把这个向右破掉 到这里的话 黑方一上马 就顶不住了 所以他只好先挡住马 不要受炮赶走 那么这个棋 如果你敢吃炮 他就放中炮 把你拘迁住 所以对方赶快 上老帅结尾 此时黑方赶快一将 怕有一部回马 进枪太妙了 一般人会选择上马 但是呢 正为通选择回马 踩着炮就要杀 对方很无奈 选择拘二平四 到这儿的话 是想争取到 上马踩炮的先手 这个炮就不要了 但是呢 这个棋啊 还有一个 平击过来的手段 因为你直接吃的话 人家踩你脚 你这个炮 不管是闪开 还怎么样啊 它在先进后去 是有这么一个变化 这是红方的计划 而黑方的意思在于 我先掉鞠 我不着急吃 那么这个棋啊 你要是正常 上马踩炮的话 它先给你一浆 让你的老帅 背着你的马腿 你不能踩炮了 我再踩炒你 这个马你肯定要吃回 但是你一吃马 它退一步 把这个马又捉死了 现在还是少子不敌 所以这就是啊 黑方的套路 所以红方这个棋 上马不上马 反正都要丢子 索性把前线这个炮保住 那降下来的话 就被黑方把马吃掉了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是冲边兵要上马 黑方也就进行堵住 到这儿的话 点将之后 又换了几将 最终呢 这个棋啊 那么这儿 对方上来 然后呢 顶住啊 就防止你马八进七 马七进九切入啊 太厉害了 到这儿以后 我们看这个棋 红方呢 不是隔断 他很想跳这个马 又怕对方来追杀 所以就先挡住 这儿退居回来就坚守 那对方 啊 供了个兵 要不给你吃 黑方炮推是一个好棋 如果你要吃 他将死你 而对方呢 走出了回马先枪 他准备踩足 那么黑方就切入 看似是炮不敢吃啊 因为表面看起来 一将可以对居 没有棋 其实他会先吃马 再将军 那对方这个马就要丢 如果你要看马的话 这一将军就没了 因为叫着杀 所以这个棋 瞬间就可以吃光啊 那么到这儿肯定不行 那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红方选择马的硬漆 就切进来吧 踩着炮 那黑方就炮偏要闪开 这个棋呢 是苦肉计啊 给你吃个炮 然后呢 一面一将 这儿就杀起了 随之掉回去山 那么到这儿不敢吃 选择下 要吃 这里的话 选择马三推四 打着你的马 所以对方这个棋 只好先逃马 然后呢 跳马就是一将 对方下去 上马又是一将 对方就选择上来 到这儿以后呢 这个棋选择炮一将 对方这个局面下 也不敢吃势 点死了 如果这个势 直到左边去的话 他这里 就可以平炮一将 如果你一吃 他会马尖枪把鱼踩了 那你不吃的话 你得闪开 他这个炮 只要往回一撤 将来这边 就会付一个平均的杀招在里面 那么尽管这里可以杀一将 那么黑方只要出老将就可以了 下一步 G八平六是无解的 虽然说你可以上老帅 看似可以结尾 但是这个棋啊 他有一步上马的好棋 你还是进不去 所以你就下 当你下的时候 他回马一将 马后炮 不管你落势还上势 他再迎面一将 又杀棋了 所以到这儿 没有任何办法 那么眼看这个棋不行 他就选择先上 先上的话 跳马准备鞠点杀 对方将军之后呢 还是要知事结尾 然后呢 这个棋进炮 仍然杀棋 对方只能率归中 这儿继续叫杀 将来就是对局也是多次 所以红方不想对局啊 这个是 黑方选择回马 卧槽叫杀 红方就上马 解杀还杀 到这儿的话 看住这个点位啊 一个鞠不能将 他现在推炮一将 还要杀你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平鞠过来 这儿啊 也是打马 那么红方这个棋啊 将军啊 黑方 他不能上 一旦你一上 他就会上马一将 那将来这个棋啊 你出不去就下 他这儿呢 就会有一个 鞠点将 老帅在外面 刚好可以瑜伽金针 那看似你可以吃双 实则回马一将 到这儿回马又是一将 那么这儿的话 一点将啊 就把这个鞠给抽了 所以这个棋 你鞠一丢就要输 那临场的话 到这儿啊 不敢上当 他就强行推炮回来 这样的话 对方没有办法 只能吃啊 那这个棋的结局就是 先进后去 但是呢 黑方这个棋啊 他毕竟多子 到这儿 他还明一看啊 下一步点将就要叫杀了 那么虽然飞向可以解围 但是走长也是不利 就直接认输了 那么正为同伙生